匿蔽名校生,父母東灣哭祭 前天在長洲東灣匿蔽,十五歲的葉石南 他父母親友與同班同學 昨天帶鮮花祭品到東灣拜祭 其間有個女佛教徒,子千兒子 去年都是在長洲海灘匿蔽 來到為石南重驚超渡 在英皇座治五世獨中世的石南 不只成績優異,還常參加朗仲 和田徑比賽 前天下午,他與同班同學 在紅旗懸掛下下海游泳 最終在投台附近雨嶺 救生員找了40分鐘,至將他救回 可惜證實死亡